感染科目前来讲 本来就是一个人才罗治困难科 这次新冠由于时间拖得很长 不但感染科医生会有中途离职 而且还会遭不到新的感染科大夫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对以后医院的感染控制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新冠疫情虽然已逐渐趋缓 但今天就有立委指出 国内感染专科面临人才短缺问题 去年报考人数更是仅剩20人 且感染科医师在防疫期间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倘若未来再次出现全球性传染病 台湾恐将会面临极大困境 除了病毒肆虐时 无人能指挥大局 甚至会衍生抗生素被滥用 难以监督等问题 而到底台湾感染科为何会闹医师慌 同是感染科医师的防疫协会理事长 王任贤也特别受访分享看法 感染科医师在医院里面 是属于一个工作量相对沉重 但是给付相对偏低的一个学科 所以本来就是一个人才罗治困难科 那等到疫情一出来的时候 感染科的工作量会更加的加重 主要就是所有的感染科医生 都必须肩负感染控制的责任 当疫情出来的时候 这感染控制的责任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而且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几乎是24小时都要工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感染科的医生负担相当的沉重 而且压力也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政府的给付又没有办法及时到位的话 那更没有人愿意干 所以在SARS的时候 我们就出现了 在SARS期间就有感染科医生会离职 那SARS由于他时间比较短 所以跟那个招收的感染科医生是没有关系的 在这次新冠由于时间拖得很长 所以不但感染科医生会有中途离职 而且还会遭不到新的感染科大夫 所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对以后医院的感染控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这个政府必须要重视 那感染科目前来讲 在内科的学科里面 它并不是一个法定的次专科 所以我们做起很多事情来 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也没办法从这些名不正言不顺的一些医疗行为中 得到一些给付 这就是我们一些给付没有办法到位的原因 所以政府要改革这个感染科的时候 应该先从在内科里面认定感染科 是个法定的次专科开始 然后对于感染科从事的很多很多的业务 应该让他们能够得到相对的回馈 因为感染科医生除了 法定的这些看诊的这个业务以外 他根本拿不到其他的一些 业务的一些回馈 这个是一个造成感染科医生工作量很重 但是没有合理回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希望政府能够在这两方面进行改革的话 原则上就能够让感染科医生遭受比较顺利一点 祇 Viper 优优独播剧目 感谢观看